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大腸癌的症狀 大腸癌在腸道不同的部位中會產生不同的症狀唷 首先就是我們的大腸 那這個黑點的位置呢 是我們的生結腸的位置 是在我們的腸子的右邊 當您出現了腹痛、腹脹、體重減輕跟貧血時 就代表您的生結腸可能有了問題唷 接著來到我們的降結腸 是在我們腸子的左側 那有腹痛、排便習慣改變跟直腸疏血 就代表可能得了大腸癌唷 接著我們來到直腸的位置 那我們直腸會有血便、肛門疏血、排便不適 跟下腹部腸痛以及奔便便氣的時候 就代表可能癌吸飽在這裡唷 建議大家上完廁所前多看一眼擠了便便 然後注意自己的健康唷 謝謝您 看一下自己的大便有沒有正常唷 呵呵 要不要講腸的血便正常 你在開心什麼 哈哈哈哈 當然啦 哈哈 哈哈哈哈